一日四季在於城 一年至始在於春 春這個字其實在中國來講 它是一個很美好的意思 那住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你有喝的意思 以前的人其實對喝茶是很講究的 那茶文化社的東西本來就是從 中國發言出來到全世界都認識茶 所以說住春我是覺得它可以給人們好的含義 另外一個也是變成 注入一個茶的文化在這個裡面 我是黃國翔來自台灣省台南市 我是2006年來到上海的 那到現在大概十五十六個年頭了 那我目前從事呢是自己創立的茶飲品牌 叫住春流氓茶飲 奶茶行業我是從外行跨入的 為什麼想到做奶茶 因為民以食為天嘛 吃肯定是人們的第一優先 那奶茶其實它本來就是從台灣發育員過來 然後現在大陸也慢慢越來越盛行 它整個市場的基礎是很大受動是很廣的 大家都說奶茶它是紅海很競爭 可是我們拿台灣來舉例子好了 它可能一條路上有五六家奶茶店呢 放來大陸來看 你一條路上可能了不起兩三家 大陸的市場很大 這個行業不會說只有兩三個品牌能夠存貨 做好你堅持的事情 然後去把它一直持續的做 你就有你生存的空間 創業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困難跟辛苦的事情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一定都會失敗的 否則路上全部都是老闆了嘛 成功就是你要一直堅持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我自己也不敢說我現在是成功的 我只能說至少我還在努力 當初我06年就來到了上海 所以上海是我最熟悉的一個地方 從以前來講它其實就海納百川嘛 大家在上海是能夠很接受 各種不同的新事物 那第二個上海來講 它也是一個相對公開化的市場 在上海你只要產品做得好服務做得好 你就會得到消費者的認同 中國地大物博嘛 各個地方它都有特色的東西 比如說我採用的薑是雲南的小黃薑 蕎麥是四川的 紅茶是福建五魚山的 你好好的挖掘 你是可以挖掘出它很多很好的食材 所以我覺得我不想要做一閃幾世的品牌 而是希望像一些歷久明星的品牌一樣 做一杯有文化的中國茶飲